我跟妳說 小木被關起來了 可能要被槍斃 要是小田知道了 那可就斑了 如果小木被得救了 小田也就快樂了 他也就幸福了 妳說說 那他怎麼能得救呢 十八軍的軍長 就只有他能救小木 不是十八軍軍長跟我有什麼關係 是 跟你沒關係 跟我也沒關係 但他跟一個人有關係 誰 小薇 你跟小薇有關係吧 誰告你我跟小薇有關係的 小田知不知道 我跟小薇沒關係 一點關係沒有 這個忙我想幫 但是我幫不了 因為我跟小薇沒關係 還有 什麼叫幸福 你小子把我叫過來 滴滴當滴滴當 說了這麼大一堆 你懂什麼叫幸福嗎 你二十郎當歲了 你連個女朋友都沒有 你告訴我什麼叫幸福 等你找一個女朋友 體會到什麼叫幸福 你再來跟我說 什麼叫幸福 小薇 小薇 誤會 小薇 小薇 你誤會了 事情不是你想像的那樣 你誤會了 不用解釋了 還跟我嘴一樣 咱們倆誰不知道誰呀 小薇 小薇 好 等你半天了 我有個秘密要告訴你 你越來越漂亮了 是不是天天偷吃軍長得好吃的 你這個沒良心的 我每次偷點東西都給你吃了 你還這麼說我 是不是你昨天晚上躲在窗戶底下 我沒給你開窗 你是不是生氣了 你還好意思提昨天晚上 我昨天晚上在你窗戶底下整整等了一宿 外面下多大雨你知道嗎 那看門的張老頭以為我是賊 給我了一棒子 來 你看 現在還有個磕燈 你看 這兒還疼嗎 有你這麼一摸就不疼了 那個 今兒日飯你就別去送了 由我送給軍長 你送 軍長時時把我放在心上 你送他會生氣的 怪不得你昨天不給我開窗戶 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我沒什麼意思 來 跟你說正事了 就是小田那個老公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那帥哥穆良鋒 他現在被關到憲民隊了 憲民隊冤枉他 我跟你說 只有通過你 我們才能接近軍長 這麼重的人物交給你 你還不幫忙 你要幫了這個忙 我天天蹲到你窗戶底下 你想想我張一 蹲過誰窗戶底下 這還差不多 好 交給我了啊 慢點啊 怎麼會 怎麼是你們 小薇呢 小薇讓我們來的 她要給我們幫個小忙 什么忙 军长 我们想向您汇报件事 什么事 说吧 是这样的 二零四团狙击牌穆良冯 现在被宪明队关在牢里 宪明队的人逼他招供 非说他跟国产党勾结 说他听国产党的指令 还说他没有杀汉奸 可是我们都知道 穆良冯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他是国民英雄啊 你们说的是那个国民英雄穆良冯 对对对 就是他 军长 你一定要帮他 这事关你们俩什么事啊 他是穆良冯的未婚妻 说什么 所以想请你帮这个忙 家有家法 君有君规 你们又不是穆良冯 怎么会了解实际情况 在军队中 干什么事情都讲究过程序 你们只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就好 你们下去吧 这事我会考虑的 那谢谢军长 您您慢用 军长再见 接下征队 奉商界命令 抢遍木利亚房 立即正幸 中文字幕提供 樊夫妻房 再也不回来我逼着他 快跑 他们不敢开枪的 快跑 沐亮王 这也不回来我逼着他 你怎么不走啊 你怎么不走啊 站住 我的河 不许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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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们 求你们听我说完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香蕉枪杯的这个人 是在战场上 有个功劳的人 不许你们可以去查 上次姚家殿战役 如果不是沐亮峰 一个人不要命地 冲进去 跟鬼子漏伯 二零四盆 至少一半人都没了 他被送进医院的时候 身上全是血 一块好肉都没有 他的每一道伤口 都是我们汗着眼泪疯的 你们想想 你们现在要枪毙的人 他救过无数同胞的性命 你们这么做 对得起自己的战友吗 对得起你们的良心吗 如果你们觉得对得起良心 就连回义一起杀了吧 开枪 我命令你们开枪 尽敢抗命 尽不遵法从事 不要打 别给这 别给这 住手 给我借张德彪 喂 张代表 我是十八军军长 军长浩 你把穆良蓬的事向我汇报一下 是 报告军长 替穆良蓬下害共产党 那是郡通俊戴老板的意思 我也是没办法 这事我已经跟戴老板打过招呼了 用这种笨方法找共产党的麻烦 只会惹我手伸 再说 蒋总裁也不是这个意思 蒋总裁 立刻放任 是 我马上放任 让你先来 一会儿 你不选了 ゴロ 叫你敢抗扇 我úng strike 我现在要当你冒吃 你不选了 你不选了 我接着用 那就要太难要不选了 不选了 你不选了 你去选了 但把林子收了 上头已经对他进去过调查了 说他从日本大学毕业以后 直接就来到这儿 既然他的背景那么单纯 而且他又那么真心地 想要留下来做医生 我们这儿有那么缺人手 何乐也不为呢 对 对 对 听说林子给汪教官智商了 好像是 到底是不是啊 好像是 瞧你的得意药 我去忙了 刘掌柜的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我是怕你担心啊 可是这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还是忍不住想告诉你 武汉回来后 我差点被枪毙 就是那个 上次我跟你说过那赵小婷的医官 他救了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 不过你别担心啊 不过你别担心啊 我心里只有你 我很想念你 这话是真的 往后 你凡事可都得小心点 你说那天在武汉 我看到你被警医难歇持 我当时心里都急死了 你说你要是出点事 我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所以 往后 你就在茶馆好好待着 等我回去 好不好 梁子 信收到了 我在茶馆过得很好 不用担心 不过没有想到 你还这么会说话 上次在武汉 我看见你为了救我 连命都搭上了 你知道我心里多激动吗 我觉得那会儿我就是死了 都没有一丝后悔 上次洞房 小日本来给我们捣乱 我们没有做成真正的夫妻 我相信下次不会了 我会等你回来 为你生一堆娃娃 你怎么知道呢 她们是找到 灵子医官的 是吗 狙击手一般只打重要目标 可她连旁边的士兵都打死了 她们不是在出任务 应该不是在出任务 像是故意制造混乱 这个人 应该是上次在武汉江边 喊灵子的那个人 你怎么知道呢 女人方面我有经验 那次她一喊 灵子马上就回觉 而且 你没看见灵子那表情 她们俩关系肯定不一半 那有道理 咱们得找个单位 问问她们两个人的关系 何必那么复杂呢 你有更好的办法 问灵子 你找我有什么事 这个杀死院长的狙击手 跟你什么关系 院长都已经死了 你还不说 这个叫警医男的 是不是为你而来的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说呀 她是我为婚夫 我记得在日本的时候 你为我折了很多白色的圈之后 你对我说 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 可是到了中国以后 我的心就变成了黑色 所以我只能折出黑色的剑之后 还好 咱们过几天就回日本了 我在中国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 等回到日本 我要看见一个小姑娘 怎么变成大日本帝国 第一狙击手的太太 老师 我是真不愿意 也不敢相信 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 曾经是我优秀的学生 是打日本帝国的第一狙击手 日本帝国的第一狙击手 应该是你这个样子的吗 嗯 我知道 灵子医官是一个好军医 她还曾经是一位 一位男人心爱的女人 即使她被俘了 她也不会像你这样消极 何况她在敌人的医院里 好好地活着 秦义军 我刚来到中国的时候 每当野生人静 总有一只可爱的小花猫 在我的门外 喵喵地叫着 她是饿了 在寻找食物吃 后来我把这只小猫收养起来 慢慢地她长大了 可就是在前几天 我发现我在盆里放的猫石 它开始不吃了 原来它是在别的地方 找到了更好的吃的 就在刚才我打死了这只猫 对于背叛我的 哪怕是一只畜生 我绝不允许 梁师 你的意思 我明白 我的学生 听老师说 你要是能把灵子医官带来最好 如果带不回来 就让她 让她为帝国尽忠吧 梁师 我保证一定会把灵子带回来的 你 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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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你 对 好 你 你 你 自 去 你 你 在我们这儿不太习惯吧 没有什么习惯不习惯的 你中国话说得真好 你找我有事 没什么事 林子小姐 我知道你是个日本人 可是你和我一样 也是救死扶伤的医生 我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帮助我们 小天医官 在武汉的时候 我亲眼看到我们日本军人 对中国老百姓 实施的那些残忍暴行 那些暴行是不可饶恕的 看到了那一切以后 我就彻底明白了 林子姑娘 我觉得 你是个善良的日本姑娘 谢谢你 小天医官 是我们对不起你们中国人 你们为什么不杀我 因为你是无罪的 好了不说这些了 我们这儿条件差 委屈你了 这个 是我托别人买的日本书子 送给你 我希望他能够缓解你的思乡之情 谢谢 明子小姐 我希望这场战争结束以后 你回到家乡 去告诉你的家人 日本军人 在中国的暴行 我去帮你拿点日常的衣服来吧 再见 再见 将军 警医军 警医军自从来到中国以后 作战又落过 他与灵子小姐儿女清朝 我担心长此以往 会削弱他的战斗意志 但是灵子医军的存在 一定会影响到警医男的行动 所以西香 我要求你 在配合警医男行动的同时 一定要替我 替我看住他 战军 必要的时候 我能指挥作战 一定要把灵子医军给我带回来 或生或死 我都需要他 怪不得警医男那天将那么大事呢 原来俩是这关系啊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警医男还得再来 大叔来 他都会快的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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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你们都在啊 校服人 我看这个医院 还不定没死多少人哪 对 猛子 一会你把局域牌的弟兄们 带过来 情报上说 警医男要到医院 看他的未婚妻 冰天灵子 团长 您也知道林子跟警医男的关系了 我是刚刚接到 武汉沦县区 敌后工作人员那情报 情报说 你们两个在武汉 杀死了那么多的鬼子和汉奸 让鬼子华中方面司令部 非常没面子 为了要面子 鬼子派出了警医男 到医院里 要干掉你们几个到武汉 执行任务的人 为王子 小牧 千万要多加小心哪 是 是 王子 那个冰天灵子 跟你说了他的事吗 刚刚说了 本来啊 这个冰天灵子 是我手上一钟牌 我想拿他当吊尔 也用这个警医男散钩 可这个孩子 在医院里救了不少伤兵 这个医院呢 也去不了他 我看你们两个派一个人 得保护他 你看你们谁去好啊 他去 那好 王子你去 团长 您要是 这让我去呢 我可以去 但是 狙击牌这边不能没人啊 狙击牌我得管啊 是 你去的谁关狙击牌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 牧牌服务需要锻炼锻炼 这个任务 我觉得交给牧牌服务最合适了 不不不 猛大 你去吧 你有经验 你不是说 你了解女人吗 你去了 我放心 对 对 记着 靖一男是一个 心狠手辣 傻人不眨眼的魔王 这次 你们一定要干掉他 如果让他跑了 你们两个 提头来见我 报告团长 如果锦一男 他还是跑了不回来 或者我们找不着他 那我要提着脑袋来见您吗 小母 你这叫什么话呀 记着 保护自己 消灭敌人 是 是 军长对这次的任务 非常上心 已经把他的警卫连派来了 你们千万要记住 咱们狙击牌 不能让他的警卫连 抢了你们的风头 是 是 去 入 上场去 是 江姐 上 包排部 狙击牌全员到齐 刘队 是 小心 驾 想一下 团长说了 这次要是抓不住锦一男 都提着脑袋去见他 听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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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了 听见见 听见没有 报告连长 狙击牌牌赴 穆良坟 是不是被 宪兵队栽赃 刹着被枪毙的穆良坟 是了 长官 原来是你啊 有什么事儿吗 好 连长 我想安排 两个自己的兄弟 跟桂连的兄弟 一块儿站岗 检查车辆 穆盘 你是不相信我们警卫连 我连长不是 多几个人检查 安全一些 够了 我告诉你 警卫连不是废物 这里也是 警卫连负责的 你们足迹牌 要是没啥事儿的话 可以去扫厕所了 你弄什么 都给我站好 走 小柳子 微作说过 这个仰伟 避嫌安内 这几个小子 这几个小子 一贯的闹事儿 这让戴老板非常的神奇 也让我们县明队 带这个十八军这个日子不好过 你说 咱们还怎么抗日啊 我听说军长对他们也有意见 他们几个臭小子仗着枪发好 目中路人 都不把我们县明队放在眼里 他等着吧 现在几回来呢 这几个小子在武汉这么一闹 让鬼子画中方便军司令部 是大为闹火呀 他们呢 就给日本第一生产手机引弹 下了一道私命令 让他一定要把他们给消灭掉 据可考情报 穆亮峰这几个小子呀 也在那个一战一院 他们呀 想利用金一难的未婚妻来做文章 娘娘 就把这个金一难 带到这个医院里边去 让他们呀 勾咬勾 这要金一难万一失手 他死了怎么办 死了好嘛 死了我就可以说 我是故意把他带到医院里去的 如果是金一难 把穆亮峰给傻了 那就更好的呀 咱们就可以再十八军 说一无二的 举几派 剩下那几个人要是不听话 我们就可以收拾他 是不是啊 赶紧去 你叫小六子 你找过什么事啊 我听小凤楼的二牌说 你跟你的上司和鸡鸡牌有仇 你是日本人 是不是有个伙计叫景一难 我正想找你呢 你找我 鸡鸡牌的人去了野战医院 有赵猛子和穆亮峰 他们共有十几个人 你要想动手的话 就赶紧去吧 他们为什么去野战医院 利用景一难的未婚妻在野战医院 他们想利用景一难的未婚妻做幼儿 把你们引过去 放在砂锅给炖了 放在砂锅里炖了 能不能找个好点的锅呀 不能 别的锅太贵 谢谢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呀 回去以后 找个个顿子 下次给我换成土鸡 来 西湘 前面就是敌人的医院 我们分开锦绕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以心思喝酒 林子小姐很漂亮 也很聪明 要是死了 即不太可惜了 杀穆良冯的任务 可以失败 但是一定要救出你的林子小姐 你上 你什么意思 林子的事 不需要你来管 如果穆良冯的任务失败了 但是你一定要救出林子小姐 放心 我会在烧江面前 保你不死的 庞克 我要是想杀你的 你会连出气的机会都没有毒 去完成好你自己该完成的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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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动 快动 妈, 钱就来急 那帮兔崽子敢让咱们去找厕所 多心意啊, 她们怎么不去 你这个人很记仇吗 我倒觉得, 景威廉的连长算是客气的了 要是我的话, 就会让他们去挑粑粑 稀巴烂的粑粑, 臭红红着苍蝇 苍蝇带着把拔落在他们鼻子上 他们一巴掌没有打着 把拔拔打到鼻孔里 怎么挖也挖不出来 然后臭死他们 没看出来啊 你小子在这方面还挺有天赋的 兜毒 客气 走 所以平行员不开 派伯 怎么了 青衣男来了 请进 这医院一经一查的 院长都死了 此地B96早没上册 小天对不起 对不起你们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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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鞠西酒 警医男已经回你医院了 沐凉峰啊 你事真多 难怪献兵队的人会整你 是 把灯打开 我看得温度 我看得温度看得 报告连长 我跟警医男交过事了 我敢肯定我没有看错 他已经进医院了 既然你见过他 干嘛没把他抓起来 但我想起的时候 他已经跑了 你这意思 我们警卫团都是废物 房属有骆动 把人放进来了 报告连长 他怎么进来的我不知道 我知道 但是我敢肯定 我没有看错 去 把灯打开 灯这么黑 咋在脑呢 这儿 黄连长 你要对你所说的话负责任 如果灯打开的话 我们就等于 完全暴露爹的枪路之下了 你们这胆子 怎么打仗 你说鬼子进来了 鬼子就进来了 现在灯亮了 鬼子呢 鬼子在哪儿 鬼子在哪儿 黄连长 什么鬼子 继续走 继续 xa 狙击手在外边 排风 瘀火 回亮风 你看了吧 子弹从外边来打进来的 不是我们警官联放人进来的吧 警官联摊 快走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这是谁打的 枪法这么蠢 YM这小子 肯定是希肖 希肖 希肖是谁 我跟他交过两次手 他就是个 爱拉西的活蛋 我去看看 别动 清一南 我生冬了 就看你几席了 就看你几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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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